大家好 升旗得道 今天是2022年2月12日 今天是星期六 今天來到正月十二 還有兩天 就是情人節 預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其實認為 情人節大家有很多歪曲的理解 情人節 不是拍拖節 不應該 將他這樣演繹的 每年到2月14日 就會有很多沒有拖拍的人覺得 那個日子很難受 坦白說 我們真的不認為 情人節應該這樣解讀 回到 情人節那個故事 應該是為愛而犧牲 也沒有限定一定要是愛情的愛 其實愛可以很廣泛 我們不說那麼遠了 這節要說的就是 袁國勇 一個超級大話症 這個人 搬龍門 說大話 亂說24 但是 是政府專家 現在這個人 說的大話已經多到 不能進錄了 這節 繼續跟大家揭露袁國勇 說話簡直是越來越過分 正如 本日 第一節已經說了 明愛醫院 懷信樓爆疫 懷信樓12A號房 老人科裏面 有內科病房 發現疫情爆發 好了 9-24的袁國勇 就是在這裏研究了 又是 好像法政先鋒 還是神探 又去到那裏研究 懷疑 染疫的醫護 因為 不斷大聲說話 所以 釋放病毒微粒 傳播 給5個病人 而5個病人 都連過70了 還未打針 又將 傳播途徑 隨隨便便 隨隨便便 亂說一通 所以我們說這個 真的是超級大話症 這個眼神傳播 陰波傳播之後 下一種可以傳播的媒介 當然還有肩膀傳播 當然 這個是物理接觸 如果再要 推演下去 再下一次 袁國勇 就會是心靈感應 精神力傳播 他對上一次 說過眼神交流在酒店 隔離酒店 已經露屈了踩單車的人 說他喜歡踩單車 令到毒量上升 袁國勇最離譜的大話在哪裏呢 就是關於疫情防控問題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就是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大家 繼續運用免費模式 支持本台廣播 請大家 經濟能力許可的朋友 繼續訂閱我們的Patreon 其他朋友 請你 繼續運用免費模式 繼續幫我們欣賞廣告 繼續幫我們用無限loop大法 打開節目清單 記得真的要做 無論星期二得道 還是星期二日報 不然 我們 就會下沉 我們現在是勉勉強強頂著 請大家不要放鬆手腳 我們每天 都不要放鬆 做足夠的節目 真的 搞盡腦汁 其實 袁國勇 說到 疫情來勢洶洶 但是 疫情應該怎麼對付呢 當真是 爆疫了 確診了 的時候 怎麼應付呢 他研究確診的人的應對 都可以說得上非常離譜 初初 追蹤隔離 抓人入足高灣 然後到葵涌爆疫 封鎖這個葵涌 搞了一大輪 現在 然後發現這樣的封鎖法會 橫傳播 垂直傳播 S型傳播 X型傳播 每一樣東西 神也是你 鬼也是你 完全離譜 這個政府專家 袁國勇說現在 有確診的個案是因為公立醫院 沒有隔離病床 留家七天 他們可能就是感染其他家人 甚至乎 可能就是被隔離之前 已經康復 形容 情況 不可以接受 高風險家庭成員 可能被感染 即是怎樣 你又叫人家 家居隔離 葵涌村 你又叫人家園區 本來不中招 又變成中招 現在又說不可接受 不可接受 那是香港市民 香港市民 打電話去求救 說我確診了 你可不可以收我入院 我不想連累家人 他們就叫你回家 還叫你坐的士 叫你去私家醫院求診 叫你去私家 診所求診 私家醫院 私家診所 叫你不要去 因為如果你 確診者 逗留超過15分鐘 政府就會認定他們是密切接觸者 要把他們也封鎖 家人就是擔心 交叉感染 說不回家 打電話去求救 熱線電話說沒辦法幫到 幫到你了 先生 我們已經沒有辦法了 請問你那個政府和你的團隊在做甚麼呢 還不夠 大家還記得 最離譜的事情 無緣無故 打倒了幾千隻倉鼠 現在 這個人 繼續 不負責任 出來大方決辭 在這裏 說現在成千上萬案件 不堪負荷 輕正叫他們留在家 跟他自己所說的話 完全 相反 相違背 有很多 連長的家庭的家庭成員 又要逆向隔離 又要保護他們 有權這樣做 他們現在的防疫方法 基本上 每天都不同款 每天只跟回政府和那班所謂專家 說的話 你已經發現 每天都有一個新的版本 這樣防疫有甚麼可能會不出事 所以為甚麼 現在我們 幾乎可以斷定 當你逼完打疫苗 打完疫苗 成效不章的時候 他們又會賴到疫苗 又說不早點打 如果早點打就不是這樣了 正所謂口講口培 完全不需要拿證據的時候 你真的說甚麼都可以 現在 那些打橫感染 大聲感染 都說得出的時候 你真的還相信 他們正在用專家的身份 發表客觀的意見 這件事 你恕我真的難以接受 絕大部分的香港人 對疫苗的恐懼的最根本原因 就是在於你香港政府那種荒誕 其實 最初 叫人打科興 這條袁國勇 真是靜人責 現在又開始賴下去 如果你早點打疫苗 就不用白白犧牲 那兩千多隻是倉鼠 真是神也是你 鬼也是你 你當時不是這樣說的 袁國勇 你說那個倉鼠發現了變種 然後又說不想香港 就成為了倉鼠 跟 武漢肺炎混合的新變種的發源地 你不想這樣做 不是說 打完疫苗就沒事了 現在整個版本是說得錯了 倉鼠有沒有發現變種 跟市民的接種率有甚麼關係 市民接種率高 你發現倉鼠有病毒有變種的時候 你也是會說 要去消費倉鼠 要犧牲倉鼠 連一樣根本不相關的東西 他也要強行 扯下去 說要跟打疫苗有關 你扯下去 跟安心出行有關也行 如果安心出行 不是向你屈服了 因為屈服在你的法律和執法者的淫威之下 才會被迫著 如果不是因為這樣 也不會被迫 那你又是扯下去 跟安心出行有關 所以 袁國勇這個人很過份 袁國勇現在說 確診的人 不用做甚麼 喝水就可以了 吃必利痛 幾天就沒事了 如果你是按這個說法 那你那些甚麼隔離措施 追蹤防疫 搞甚麼 原來 喝水 吃必利痛就行了 叫人家回家 叫人家不要去醫院 你一方面 將那些懷疑有病的人 重重包圍 重重隔離 另一方面 確診那些 你叫他們回家 叫他們自己坐的士 叫他們吃必利痛 喝水 那種 矛盾法 其實已經到了極限了 你很難再想像到 竟然有人 可以說話那麼矛盾 不是專家 小學生也知道你說話矛盾 所以我們再一次說英國的數據 英國的數字其實是很清楚的 所以要搞清楚的問題 疫苗有沒有使得死亡率下降呢 我相信其實是有的 但是疫苗有沒有直接使得 病毒的擴散 下跌呢 英國的數據 可以說得上是呈現相反的情況 所以你只是討論疫苗有沒有使用的時候 你也要說 到底你現在是 擴散 那個數字 是下跌還是上升 還是死亡率 死亡率就要比對不同的群組 而他們要相符合的 你才能夠做比對 如果不是 你的比對就出了問題了 美國現在 現在 最新說 第三針 打完之後 很可能四個月之後就是失去效力 換句話說可能要打第四針 那麼 打完那麼多針之後 長遠對那個人體 免疫系統 到底有 什麼長期的影響呢 才是一個大問題 而事實上 事實上先不討論疫苗 香港政府其實 是有很多政策應該去做 嘗試防疫 因為防疫 不只是靠打針 就算是內地也不是這樣說 其實全世界也不是這樣說 所以根本 就是香港政府 在弱石亂頭 在胡亂 胡亂出來 說得就說 這個才是一個問題 現在不是哪一個方法 一定對一定錯 而是你 香港 那群廢官 亂禁 試不同的方法 然後不斷 把責任 推下去給市民那裏 所以你是沒有可能 去附和他 如果你是市民的一份子 你有什麼可能只是出來怪罪其他市民 而指揮的人 你完全不會怪罪的 他一點邏輯性也沒有 你看看袁國強 袁國勇你就知道 他正正 利用香港人對疫情的恐懼 就是 偷換了你們的概念 把所有的責任全部 推給市民自己本身 這件事情 才是最需要防範的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裡 我們不會變得了 我會用在這裏 你會放到我 就開始在這裏 這裏從來 推打的 不要 那我們